沒有聊世紀 天天榮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 敗戰庭人對上保夾利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空心領地 這場比賽地圖是帝國戰爭的空心領地 地圖方面一開始就是28人口開始 這邊可以看到MBL一開局就蓋劍塔 這是什麼迷之操作呢 可能是認為這個墓區暫時沒有辦法守住 可能先補個劍塔比較安心 但他這個劍的位置有點微妙 如果工兵在這邊騷擾的話 依舊還是可以打到墓區的村民 但這個劍塔的好處是果子稍微能守到 對方過來的口子也會被射到 那開局MBL就使用了一個比較奇怪的開局方法 那保夾利亞暫時也沒有插劍塔 那打的是開局就直接轉裝甲步兵 那保夾利亞的裝甲步兵是可以免費升級的 那巴南提人這邊前期可能還是要多打槍矛前壓 那後期可以考慮轉強奴部分 那保夾利亞人這邊騎兵路線也有馬登科技 攻擊速度之快的打法 所以騎兵路線後期保夾利亞也是主力 這邊看到保夾利亞人是打槍矛前壓的關係 這條毛兵 弓兵 槍兵 裝甲步兵都有 這邊直接到了後方 想要直接打墓區 安靜圍好 這裡有個洞喔 這裡沒有圍好喔 但好像沒有看到 前期兩邊都是小打小鬧 並沒有要大開戰 但是要打槍矛壓制的話 拜登庭人是更有優勢的 他的折扣很多啊 好 這裡兌換一下 在拜登庭人點下了風兵鎧甲 好 風兵護甲點完 在這裡要怎麼防守呢 拜登庭 這邊是繼續使用劍塔防守 這邊部分是用毛兵擋住 反正有劍塔 他真的進來也會被劍塔給防守回去 好 但是我們剛剛說到的問題來了 只要站這個位置 就可以騷擾這邊的牧區村民 很麻煩 超麻煩 這個劍塔的位置喔 這也是要取捨 那還好 現在對方都是毛兵 所以暫時不會有太多的死傷的問題出現 好 這邊工兵 過來 直接收掉了一隻村民 MBL這一坨槍矛往後 所以劍塔騎起來 直接走在下面嗎 但是來不及蓋好 這裡面有藏四隻工兵 所以這個打村民的傷害是很痛的喔 槍矛裡面藏工兵 非常痛 好 後面這根劍塔建好 好 後面的騷擾也沒有辦法 MBL這邊拿到非常好的主動權 COPCHI這邊要趕快挖石頭 升到城堡時代有銀壘可以用 這花板趕快挖一下 挖一下石頭如何 地圖不挖 銀壘出來似乎哪裡怪怪的 好 這裡有在挖 好 銀壘趕快繼續挖 這裡回去把劍塔建起來 好 槍矛繼續往後拉 這裡是一個毛兵配弓兵 好 加利亞這邊只要出騎士 就可以截掉右邊那一坨的 弓兵跟毛兵 好 那毛兵現在 有升級上去 還有20秒時間才能升級戰毛 但這邊要不要升級戰毛就有點猶豫了 但是數量這麼多的情況下 我覺得還是要升級一下會比較好 2級射 戰毛兵傷害 起來打出命還是會痛 前面的槍矛前壓打出命 但是傷害很差 但城堡時代的毛兵傷害就不同了 好 MBL 這裡沒有先升級 2級射 跟戰毛兵 兩隻騎士直接手撕這根劍塔 想要直接控住MBL的防擊 好 這裡騎士前壓給到十足的壓力 差不去 這邊要出發來插銀淚了 銀淚直接想要插在正前方的位置 後方的騷擾 看起來還是有繼續持續輸出 好 但來蓋銀淚 MBL來不及出駱駝了 因為黃金被控制的關係 剛剛駱駝第一時間沒有辦法出來 雖然這邊黃金也在挖 但是黃金數量依舊不夠 好 感覺有點大意了 現在蓋銀淚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 銀淚蓋好 跟蹤技術也好 現在騎士數量 他們穩定 但是要來多線 騷擾 這裡右邊這一坨兵力 沒有 技的的樣子 哈哈 好 再駱駝趕快擋 槍矛 要回家防守嗎 MBL人口數已經來到了快100人了 但是村民宿我只領先三寸 槍矛站的人口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升級個戰毛兵好像也不是這麼虧 但是如果對方升級的二級馬鎧 好像升級戰毛兵的依依就沒了 所以現在MBL不升戰毛兵好像也合情合理 好 當然 這裡差點撞到 其實沒有看到 目標還是想要打這裡的黃金礦 不拖過來 直接撞上 好 這裡開始轉出寶加利亞騎兵 寶加利亞騎兵這個單位非常難纏 這椅子是駱駝很難解乾淨 好 脫掉 站起來繼續打 近戰防禦2點 不過提升三級的步兵鎧甲 遠防是5點 好 現在走進來 現在騎士數量有點多 好 TC剛好即時蓋好 那八戰鐵人的建築物血量其實蠻多的 所以這些東西應該可以暫時射一陣子 好 騎士大量過來 後方的墓區沒有TC 駱駝第一打高 好 想要嘗試反擊 直接拉到高地 嘗試回頭開打 好 這一波開戰 卡布奇好像打輸了 八蛋鐵人的 駱駝頭 數量實在是太多 好 寶加利亞騎兵開始轉型 隊友要繼續出騎士了 寶加利亞騎兵還是比較厲害一點 好 修道遠補下 掛單停 在TC是雙TC 卡布奇這邊也是 好 第三個TC也不下 好 駱駝跟寶加利亞騎兵 那寶加利亞人打駱駝還是有點難受的 就算出馬功也是很容易被壓制住 那如果真的要打的話 可能要考慮轉這個 協議步兵 但協議步兵要帝永世代產生點 在現階段來說的話 打槍兵的話 也沒有主動選 所以現在 能繼續打的方法 就是 申鋁配寶加利亞騎兵 繼續給對方壓力 可能是最好的一個結果 不然就是要 銀壘繼續聲插 繼續給壓力 這樣這邊可以再插一根 可以插這個位子 下面這個TC跟左邊TC 都有可能被控到 現在挖石頭去控TC 可能是比較好的一個選項 好 這邊果然是來挖石頭 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在祖師的旁邊 好 前行 兩邊都在 觀察對方 是要走什麼路線 那巴黛亭這邊 帝永世代非常快速 有折扣上的優勢 好 這一坨槍槍毛毛 上毛兵 還是上去 二級射也有了 要拿來騷擾的話 效果還是不錯的 好 這裡打一下 有毛兵騷擾 但是 騎兵是可以完全吃掉 這一坨的單位的 好 加利亞騎兵 要先把工兵 跟槍兵先解決掉 好 槍兵第一時間被集火 槍兵回頭打一下 戳掉了一隻駱駝 好 再回頭戳了一下 好 沒有更多駱駝過來 卡不去 螳螂補償 黃雀在後 駱駝直接過來 駱駝才是真正的主力 騙你的保加利亞騎兵過來 駱駝也直接拉過去 把戰場直接開在你家裡 好 NBL 補下了一根城堡 直接反擊了這根 銀臉回去 好 現在駱駝加毛兵 這個配兵組成非常難纏 這樣用生旅 把這個駱駝招搶完 保加利亞騎兵 才有可能正面突破 現在 食物量 數量是不太夠的 只有12片田 農田的數量真的是太少 現在上面的農田也被控制的關係 雖然肉非常稀少 現在還要穩住TC的話 勢必會斷村 好 這邊邊按保加利亞騎兵 邊按村民 軍事還是想要努力補上 安倍爾樓再補下了帝王世代 保加利亞騎兵直接開打 打掉了大部分的戰毛兵 戰毛兵現在想要回頭去處理生旅 但生旅直接收到了城中線裡面 戰毛兵沒有機會 後面駱駝又繼續補了過來 折扣駱駝出得非常輕鬆 但是沒有品種 算是班農廷的騎兵弱點 好 左側的部分 城堡已經補下 既然不是補營類 補了一個更大根的 好 又空了一個城鎮中心 但是還好 MBL這裡有一根城堡 這裡大片的農田 暫時不會有危險 好 MBL點下了帝王世代 帝王世代還有一分半的時間 再來高打第一 輪走技術也補下了 好 勝旅嘗試招翔 夠招翔到嗎 可以 招到了一隻 後方寶加利亞騎兵 開始走個多線 左右兩邊都有寶加利亞騎兵 好 當然MBL這邊要分個隊伍 OK 左邊分一隊 右邊分一隊駱駝 可以讓滿血駱駝去應戰 殘血駱駝留在原地 用勝旅補血 這個算是MBL這邊的小小細節 好 駱駝果然是可以秒殺寶加利亞騎兵 但是下馬板的寶加利亞騎兵就會比較坦 這邊沒有這個騎兵屬性在了 但還好寶加利亞人並沒有補下步兵鎧甲 現在肉完全不夠 好 這個右邊怎麼也直接撞上去 左右兩邊都撞在臉上 但是這個只是個幼兒 這個最主要的目標 是要來蓋城堡 但是MBL早就已經看到 駱駝數量也完全能夠擋得住 這一波 生旅招翔 招翔到兩隻駱駝 這根城堡可能變道特堡 倒是這根堡蓋不起來 寶加利亞可能要出事了 哇 上演道特堡 GG MBL防守速度非常快 沒想到幼兒完全沒有被吸引到 好 駱駝駝駝駝駝 這一波大混戰 看起來寶加利亞人是進行 變成大烈士 而且地獄世代已經好了 巨型托斯基還在攻城 這一波打完 寶加利亞好像有點傷 現在連地獄世代也很難升級上去 接下來就要城堡打帝王了 好 巨型托斯基趕快拆除 周遭的 城堡跟營類 間別囉 這裡要趕快繼續補村民 把這村民穩定起來 好 城堡不在家裡 稍微防守 現在寶加利亞人沒有打算要生地獄時代的樣子 還在安寶加利亞騎兵 寶加利亞騎兵這裡再繼續補的話 雖然可以繼續騷擾對手 但是地獄世代會離得越來越遠 本來覺得那一波失敗了 這一波還是想要繼續給壓力 好 這裡駱駝就控住 巨型托斯基趕快過來拆掉 駱駝前壓 弄掉了一些 寶加利亞騎兵再度過來 哇 有抓了幾村 是覺得寶加利亞人好像是沒得打了 但怎麼好像還覺得夾得住的感覺 轉了重裝長槍兵 那巴丹廷人這邊要打贏的話 也可以直接轉巴丹廷勝騎兵 如果黃金夠多的話 不然就是轉強弩 強弩打槍兵 好 這裡敲一敲 看起來還是 有一點東西 這一波交戰 駱駝第一時間回首 但是寶加利亞騎兵還是拆掉了巨型托斯基 巨型托斯基後方兩台架了起來 這個駱駝開始進行輸出 但是但是但是好像又失守了 難道第三台 巨型托斯基也被拿下 哇 三台巨頭 全部收下 MBL也來蓋寶 但是寶加利亞人正面快要擋不住 槍兵要一直按 但是看到槍兵出現 寶加利亞人有點尷尬 對方已經出了巴丹廷勝騎兵 出槍兵可能也很難擋得住 這一波兩邊對蓋寶 中間突然一觸即發 後面的兩隻寶加利亞騎兵還在打 寶加利亞騎兵 數量還是慢慢想要穩定起來 這裡誰升帝王 誰出事 好 當然搬一提升帝王 出事的是寶加利亞 寶加利亞這邊升帝王 就沒有兵更容易擋不住 兩難的局面 兵器寶加利亞騎兵 努力騷擾 結果被MBL的駱駝 直接完全擋住 現在這個城堡雖然能蓋好 但巨型投石機還是在努力工程當中 那這個情況 寶加利亞人感覺是風中殘處了 但怎麼好像又要擋住的感覺 好 這一波城堡可以再擋一段時間 現在石頭有一千多的數量 好 趁快繼續按 MBL點下了農田科技 寶加利亞騎兵還在努力按 好 又是一波騷擾 兩隻 騎兵開打 好 但是沒有三攻 加利亞騎兵打村民 現在還是要四下 差點敲死一隻村民 好 駱駝過來 這次有槍兵 現在這個局面 MBL是非常具有優勢的 就是要繼續打駱駝也沒問題 但是要打駱駝的話 至少要升幾個縱裝駱駝 把帝王時代升級上去這麼久 還是用一般駱駝在應戰 好 這個劍塔 開始 守住了這塊區域 但是村民還是死了有點多 好 MBL繼續攻城 好 加利亞人 石頭秀道只剩下300 這個城堡好像要放棄了 好 左邊又補了一根新的城堡 這邊開始轉出陣地戰 MBL這邊想要先回農一下 經濟現在開始慢慢好轉 所以要趕快放出來 好 現在換左邊 右邊騷擾完換左邊 MBL喔 後方完全沒有防備 那兩個地方都在被騷擾 這是MBL的槍兵 完蛋 直接被槍兵戳掉了一大堆的駱駝 這一坨槍兵防守陣 成功守住第一步的駱駝衝進來騷擾 但是後面的四台巨型投射機 依舊沒有機會可以拿下 寶加利亞這邊繼續多線騷擾 MBL寸數下降到 比寶加利亞人的寸數還要少 118吋對127吋 MBL的後方被騷擾得有點嚴重 哇 這三隻寶加利亞騎兵還在騷擾 哇 卡不取 好像有機會 好像又沒機會啊 但是現在黃金被控住 待會就有點難受了 既然上方這裡是沒什麼黃金的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 所以隻了兩塊金被控住 基本上就是沒黃金的狀態囉 那怎麼辦呢 現在沒黃金 帝王世代升不上去 要靠肉馬嗎 靠肉馬也打不贏駱駝 寶加利亞騎兵 騷擾的話還是比較厲害一點 好 MBL 開始拆除這附近的圍堅 黃金全部控住 現在寶加利亞人 只剩下槍兵這個選項 還有肉馬 各色兵可以用了 但是依舊還沒有放棄 好 後面寶加利亞騎兵過來 但是駱駝已經過來夾住 但是這個駱駝 怎麼還沒升級啊 還是一般駱駝 好 可能也不需要升級了 OK 一般駱駝直接開吃 寶加利亞騎兵努力殺腦 但最後還是被便宜駱駝給擋了下來 好 大量強兵過來 想要直接戳掉騎兵嗎 還是要阻止蓋吧 強兵上前開戳 寶加利亞騎兵 不出 轉強兵 但是霸彈挺勝騎兵 打步兵單位實在太痛 直接吃掉大量的重裝長槍兵 這就是霸彈挺勝騎兵的威力 打破兵 超級痛 好 那現在班辰挺也點下了後勤科技 讓班辰挺勝騎兵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好 這門城堡建立起來 寶加利亞人 城堂東京 只剩下後方的兩塊 但臭民一直保持的數量不錯的狀態 雖然有臭民數量 但是沒有辦法阻止對方的駱駝 跟班辰挺勝騎兵的話 可能也是沒有辦法 好 左側的地方 又再次殺到大量的臭民 MBL的臭民數 已經比對手還要少 但是黃金一久碰住 所以應該還是沒問題的 反正臭民能再造 但是對手沒了黃金 可是不行的 巨型投資機架了起來 寶加利亞人 這裡稍微買賣一下 點下了馬凳科技 提升一下騎兵的攻擊速度 想要用謹慎的黃金 按出剩下的寶加利亞騎兵 但是這只是個慢性自殺 只要透過買賣 或者有黃金的話 基本上也是風中懲處了 所以越買賣越有傷害啊 這所謂沒有買賣沒有傷害 在西地國裡面也是一樣的道理 但這邊也有買賣的話 MBL 星際開始可以 壓制回去 好這裡看一下最後一波 槍兵配寶加利亞騎兵 帝王打城堡 寶加利亞騎兵寡不敵重 直接被巴蘭廷聖騎兵給撵了過去 巴蘭廷聖騎兵的後勤傷害實在太痛了 扣上傷害的效果 不管是下馬版跟上馬版的寶加利亞騎兵 或是重裝場那邊 全部都會死在在巴蘭廷聖騎兵的後勤身上 後勤科技實在太猛了 哇 好痛 兩刀一隻重裝場槍兵 完全扛不住 寶加利亞人 後面的城堡也被拆掉了 承動心也守不住 卡布奇打出GG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這一波班禮題 術生帝王 好趕快拆除 前方的圍劍 雖然寶加利亞騎兵一直在騷擾多線 雖然MBL村民術也是被擊殺了非常多 死了89村 但是TC數量很多 馬上又把村給補回來了 所以騷擾變得有騷擾跟沒騷擾一樣 但是最重要的是黃金 如果黃金有控住的話 卡布奇這招可能會有用 但黃金守不住的話 這一招可能就是慢性死亡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寶加利亞人 拿下十五上的勝利 石頭也贏 但是黃金輸了大概3000左右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包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